跟剛剛我們討論這兩個東西都不一樣 跟算數平均數跟中微數都不一樣 為什麼勒? 因為你如果今天寫得出這個重數 那你的資料一定存在這個數字 你自己看 1... 不一定要有才可以記說你到底出現了幾次 可以嗎?就是他唯一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數字 那為什麼我們要學中位數?為什麼要學重數?為什麼要學算數平均數呢? 我們這裡舉個簡單的例子 來告訴你為什麼要學這個東西 其實它在統計資料上 在統計裡面是有很重要的意義的 因為有的時候去看一頂資料 你不能單單去看它的算數平均數或重數或者是中位數 你要因地置疑 因地置疑 我們今天看我們國內的所得 我們在新德院長之後說 我們現在的平均 我們現在的平均薪資在4.8萬 公德院所長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那我們就畫一個簡單的圖表 來表示我們的薪資 4.8萬 看一下 要怎麼畫 看一下 要畫得很扯 要是這樣嗎? 好 好 好 來假如平均橫在這裡 4.8萬 也有6萬 好乖 4.8萬 4.8萬 這是我們的MU 平均薪資 不是 可是呢 你會發現 絕大部分的成 絕對不可能是4.8萬 為什麼 隨便去問幾個 你在工作的 可能進門好流 他有同步的薪資齁 照理講 你問出來 所得應該會很接近什麼 可能2.8萬 假設吧 可能台灣的計 付出了 在2.8萬 所以現在你看這個 平均數是不是就沒有什麼意義 為什麼平均數在這個 薪資所得的資料裡面 變得沒什麼意義呢 很簡單 因為可能 怎樣 可能我們把 統計資料 可能我們把 很窮的人 也把它納入我們 考慮 像誰 可能尤恩姐 尤恩姐沒有錢 對不對 可以嗎 那有可能是怎樣 可能是我 我撐起了整個台灣的經濟 對不對 有可能包括經濟 月薪也拿來做考慮 月薪可能是 月薪可能是 好不好 可能這麼多錢 我不知道幾個名 發音技術 可能這麼多錢 一平均之下 對不對 平均出來了 10.8萬 但這4.8萬 實際上 可能很少的人 在這個區間 可能要嘛很多 要嘛很少 不見得代表資料整體的狀況 所以有時候平均 只能當一個參考 那現在呢 其實的話 你可能去看它的中位數 還比較有價值 可以嗎 你的中位數可能怎樣 落在2.8 也可以看它的重數 假如它的mol是2.7 大部分的人都是2.7萬 那這個資料可能就有意義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人落在這邊 是不是可以用大部分人去看 是不是整體資料狀況 應該是落在哪一個部分比較多 這樣去探討這個資料比較有意義 所以你會發現 中位數跟重數有一個特性 它不會像平均數一樣 這樣受極端之所影響 受極端 我自己操手一點 影響 可以嗎 你知道幾張子 絕對歷史 像我的金額 可能我賺的錢那麼多 對不對 很極端嘛 對不對 你可能這樣一彎睫毛 不如街頭 可能像其他人一樣 然後在天條下 然後要飯 對不對 這兩個都是極端子 一平均之後 整體的狀況 就被我們兩個怎樣 拉開了 就變得沒意義 所以如果可以把這兩個字 把它怎樣 剔除掉 去看它的整體資料 就變得有意義 這個叫什麼 扣掉極端子 就是不受極端子的影響 所以mol跟mine 都有它的意義存在 好不好 不是同計嗎 再來我們講 例如全句啊 全句一句話都講完了 全句 一句話 就是最大錢最小 好不好 來來寫一下 最大錢最小 那它的符號是什麼 它符號是用R 用R來代表全句 那你要小心 我只要講一題就好 你看這個練習六 練六 你有沒有發現 有些人會說 欸老師 它的全句 看單位喔 這裡的統計量都有單位 你看它的單位是不是球 看球的全句 有些人就說 欸老師 最多十球 最少的進球處 表格寫0球 所以答案是10-0 所以答案是十球 錯 都怎麼錯 來看一下 十球的統計人數 是不是一個人都沒有投進 所以像這樣子的資料點 我們會怎樣 十球沒有人投進 我們會直接把它拼除掉 所以它真正的統計量表 去做統計的時候 你只會寫誰 畫兩個人只會畫 0-9顆球的進球人數 沒錯吧 可以嗎 所以你這裡的全句 應該是什麼 9-0 當然是9 9球 OK嗎 那剛才齁 我可能沒有說齁 剛才我們討論的 Move 蜜啊 還有那個 散情及女術 他可能都是有檔位的 看起來會有序史 OK 接下來我們就搶這個 本借節最後一個 問題了 YES 下次再教你整個證 我們今天先教 那個 編藝術跟它 401最重要的 那個標準差的公式 OK嗎 啊 回去啦 回去 真的齁 卷子寫一寫 啊 如果有問題趕快問齁 我們教的算比較 比較輕鬆比較慢齁 比起很多像那個 我們一些學校啦 像那個採集他的學校 剛才用生命在教這個老師齁 欸 其實我也覺得我以前用生命在教了 欸 藍色筆沒有握水喔 欸 藍色筆沒握水喔 欸 藍色筆沒握水喔 欸 暫停 暫停 我去拿 給我一張握 喔 這裡按快 欸 藍色筆 欸 藍色筆 這樣按快 著 我有會 也行 那 藍色筆 這裏有沒有? 還沒啊 這裏面過水了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這個 我們張傑的最大的重點 就是我們的標準插的方式 那我們在介紹標準插之前 我們在講一的154頁學校期那邊 便衣術跟標準插 就先放到那邊 徐偉先聽 來我們講一下標準插 它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標準插呢 我們這邊通常都會用一個符號叫SIM 用這個符號來代表 這是小寫SIM 大寫是這樣 小寫長這樣 他會讀一念SIM 四個馬 OK 那他指的是意維資料的離散程度 來 你先看螺旋 我知道你可能聽懂還不懂他笑嗎 離散程度 注意喔我們這裡討論的資料 主要都是以離散為主 因為連續比較複雜 連續還要怎樣 連續你還可能隨時隨地會刪一些資料 甚至它是無線多組的 就變得比較難討論它的整體狀況 除非它有個趨勢 討論連續才有意義 那離散呢 好 來 現在一維資料離散程度 來我們講一下這個一維 一維指的就是一個變量的意思 什麼叫一個變量 很簡單 就是它的數 它的質量很容易 單純就是一個數字在做改變 那什麼叫雙變量 可能像 我們去記錄身高跟體重 那就是二維 我後面會講話 身高跟體重 是不是可以有兩個怎樣 兩個變量 可能身高180 體重60 然後再 在那個 我們的資料點上記住 就會記錄 變量 可以嗎 所以我們這邊單純就只有數字在做改變 可能做一組數字 那 所謂的離散程度 我們講簡單一點 我們用 中文把它白化之後 就是集中或不集中 我們想知道一筆資料要進去集中 因為越集中的資料 它就越有指向性 可以嗎 你想想看 假如我們今天我們做一個統計資料 我們把我們翻上 黨派 不管 就講正常 講黨派 我們把 假如現在台灣有三黨派 藍的 綠的 還有什麼 彩虹的 彩虹的話 可能彩虹黨 有分這三黨派 對不對 那你要發現 我們講完辦上有一萬個學生 那有一萬個 怎樣 都支持彩虹黨 這麼集中的資料 是不是就有趨勢 就有意義 它可以明確告訴我整體的靈異 代表了什麼意思 可以嗎 所以資料越集中 這個 就越有指標性 那相反 如果你的一尾資料一散 越也分散 就這樣 這個資料就 感覺沒什麼 就人都散散的 你去調查 好像喜好就很平均 就意義性就比較低 可以嗎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教你怎麼算他的標準差 看一下 他有沒有給例子 好 沒有 那我全部都進去 那在介紹標準差的時候 我們去講一下 它的前身是什麼來的 你看 假如今天 直接看背公式 它的公式叫什麼 Sigma 等於什麼 根號的 大學Sigma Si-mu的平方 除以m 你看到這個 剛剛老師就直接爆 那現在我來敘述一下 我們看 假如今天 我們第一件事情 要去求標準差 注意喔 我們所有的統計公式 都是我們設計出來的 設計出來的 所以你要理解 它的背景到底是怎麼來的 OK 而不是去看偶化的代數 預算長這樣 挖頭草頭犀利 到時候算出什麼挖心 共識心發現 那其實意義性很大 要先去理解它的背景 好 來開始囉 第二 我們要去找它的 離散與否 來 集不集中 那我們 數學家 通常要去看它集不集中 總是要有個指標性 那我們就想 啊 如果要看集中與否 我們去看每一筆資料裡的算數平均數 我們乾脆怎麼樣 一組資料 散布在 數線上 因為它是一尾的 我們可以用數線來表示 它有很多個資料點 對不對 那我們找出這些資料的平均 我們叫算數平均數 找出平均數要幹嘛 如果你要看它集中或不集中 是不是去看每一筆資料裡的算數平均數 遠還是近 可以嗎 遠還是近 如果今天它每一筆資料都離你的算數平均數很接近 是不是代表整體就很集中 可以嗎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那我知道 我們去算它 跟算數平均數的距離 所以我們一開始 我們的公式 算標準它的公式 我們設計成什麼 總共有N筆資料 我們都用什麼 S1 S2 S3 總共有N筆資料 可以嗎 那我們去把每一筆資料 減掉算數平均數 掛上絕對值 為什麼要掛絕對值 因為 數線上有兩點之間的距離 是不是相減掛絕對值 可以嗎 我們把這些全部加起來 來 來 全部加起來 假如你加出來的數字 很大 是不是代表很很很讚 對嗎 因為距離的距離 加起來很大 那假如數字很集中 是不是加起來數字 整體就很小 就代表N很集中 可以嗎 在這裡我們發現第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絕對值 絕對值 絕對值是不是 正負未定 所以每一個我們都要去判斷 它到底是正的還是負的 假如第一筆資料在左邊 是不是相減就是負的 第二筆資料如果在右邊 是不是相減是正的 那我們每個都要判別正負 那幹嘛 有100個 那我判斷100次了 太麻煩了 所以後來數學家 又把這個公式做一個推演 就是說 假如這個相減數字如果不大 不大 那我們乾脆怎樣 直接把它平方得了 平方是不是都正了 可以嗎 平方是不是都正了 這樣雖然會有一點點誤差 但是怎麼樣 但是我們不用去管它的正負 會相對於上面這個簡單不少 因為不用管正負嘛 然後接著轉來平方 好 就這樣 所以我們得到了第二個公式 那我們乾脆以後標準差 我們都這樣子寫 你有沒有發現上面這個很像 因為它可以用sign來寫 第一筆資料一直加到第N筆 每一筆都怎樣 去跟算數平均數相近在平方 我們得到了上面 但跟原始的公式還差什麼 除以N跟開根號 那除以N又是從哪裡來的 除以N我畫給你看 好 假如現在左邊只有兩筆資料 右邊呢 右邊有一百一百一千筆好了 一千筆資料 那這兩筆資料 一個在左一個在右 我們可以用一個算數平均數 我們把它算出來 叫在中間 算數平均數 那它到左邊跟到右邊的距離 加起來 我們把它平方加起來 是不是就可以寫出我們 看它的集中與否 但就發生了一個很矛盾的事情 就是 假如今天喔 一萬筆資料也有一個算數平均數 可是呢 那一萬筆資料其實都非常非常接近什麼 一萬筆一千 啊幹 讀一個一萬 是不是都非常接近它的算數平均數 看 用眼睛看你的資料怎樣 這一萬筆資料明明就比較緊張 但有沒有可能把這些很小的距離 加起來之後反而比什麼 比這兩筆的距離加起來還要大 有可能吧 因為它數量多 加起來雖然每一段距離都很小 但是加起來就會比它大 可以嗎 蠻好理解的 那這樣是不是就沒有辦法看 到底是集中還是分散 所以我們現在第三個就是什麼 第三個我們要做到的事情就是 排除數量的控制 排除n 這樣排除很簡單 我們把n除掉 兩筆資料我們就除以2 一萬筆資料我們就除以1萬 數量就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控制它的集中輸送 可以嗎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的公式又推進了一步 變成了什麼 每一筆資料 以算數平均數的距離 我們把它相減到平方 最後除以n 很接近的 對 這個東西就叫變異數 變異數 上這邊其實變異數 已經可以代表資料的離散程度 變異數 明白嗎 那為什麼今天標準上還要開通號呢 第四個開通號 非常非常容易 為什麼要開通號很簡單 你看 它的單位 不要讓單位 你看 你看 假如今天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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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今天 每一筆資料的單位交到公分 可以嗎 你看 公分減到公分 還是公分 對不對 你每個分子減出來 假如3公分減2公分 還是公分 可是把它平方之後 是不是上號的單位 是不是變成平方公分 除以N 除以你的數量 假如 100平方公分 除以100 是不是變成1平方公分 還是平方公分 可是我們原始當然是公分啊 那只好怎麼樣 開通號 開通號之後 會使平方公分變成什麼 公分 所以單位有了一致性 最後 我們做一個開通的工作 這個就是我們的標準 它的外流 OK 我們就得到一個公式 我們上次就講到這邊 上次就講到這邊 當然我們講到公式 應該要算一題 立體7 立體7 它叫你怎麼算 標準差 我們下次 就會從這裡開始算 而且 我們下次還會證明 來看一下第三點 第三點 它這裡是不是有寫 Sigma平方 變異數跟標準差 你會發現 它們就是一個平方的關係 一個是什麼 我單位 懶得一致 為什麼懶得一致呢 因為有時候開通號還麻煩的 有些人偷懶 我就說 啊幹 每個都要開通號 那乾脆就怎樣 乾脆我們就直接平方 去除了就好 反正它也可以代表什麼 它也有指標 可以代表資料的離散程度與否 只是單位 我們可能沒有做得那麼好 好嗎 所以變異數就是標準差的平方 就是沒開通號的結果 OK 那第三點 來學教器說明的第三點 它有一個Sigma的轉換公式 可以嗎 我們下次就從這邊 來教你 這個轉換公式是怎麼來的 它用於兩個 一個是資料的明確 要用哪一個 一個是資料比較不明確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用第三點的公式 可以嗎 好不好 我們下次就從這一教 居然這樣怎麼戴喔 幹你怎麼戴我會臭冒泥喔 來來我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那我幫我往生了